一连七国领导人出事 嫌疑为什么都指向拜登 一个美国不愿意看见的真相浮出水面 最近这几天 特朗普遇刺引爆了全球的舆论 不少人称特朗普轻轻一个转头 就让美国躲过一场内战 但我今天要说的 并不只是特朗普遇袭这件事情 而是今年出现的一种危险的趋势 我们细数一下 在特朗普遇袭之前的两个月里 先后共有七个国家的领导人 遭遇过类似的死亡威胁 今年五月份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遭遇枪击 随后塞尔维亚总统伍奇奇 收到死亡威胁 紧接着伊朗前总统坠机 随后断断续续发生了 加纳总统车队遇袭 刚果军总统府遭遇武装袭击 而就在最近 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局长 告诉记者 曾经试图暗杀过普京 但是没有成功 除了这些官方明确的消息 还有传闻说 沙特王储小萨拉曼也遭遇了刺杀 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 七个国家领导人出事 加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那就是八个国家重要人物 最耐人寻慰的地方在于 这些事情的嫌疑都指向美国政府 强击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的枪手 他袭击菲佐是出于政治动机 换句话说 枪手支持的是斯洛伐克反对派 而斯洛伐克的反对党和自由媒体背后 都有美国情报部门的影子 而CLA利用各种媒体传播虚假信息 暗中支持反对党这种事情在欧洲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所有不听美国话的国家 包括塞尔维亚加纳干果军在内 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要么国家领导人早已刺杀 要么严肃革命推翻这些不听美国话的政权 至于普京他的敌人是乌克兰 而乌克兰的背后还不是美国吗 而唯一一个看似和美国没有关联的伊朗前总统坠机事件 在后来的调查时发现 坠毁的飞机年久失修 和美国的制裁直接有关 换句话说 这些领导人出事或多或少都有拜登政府的影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总结了两点 特朗普的早已反映的是美国政治制度有问题 特朗普和拜登在美国都不受欢迎 但美国出了这两个别无选择 尤其是拜登 机会渺茫 还不愿意退位给年轻人这件事 让美国党争更加的激烈 这让别无选择的美国人不得不停而走险 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 这背后有没有人指使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 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遭遇反映的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问题 和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对外政策不同 美国最喜欢干涉他国内政 扶持反对派武装分子严肃革命 刺杀领导人 这些手段用起来得心应手 美国现在的常任副国务卿牛兰 就曾经亲自出现在乌克兰严肃革命的现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大部分不愿意接受美国意识形态的果结 都是这种对外政策的受害者 这两个问题引发的矛盾 在拜登坐上总统位置后越发的激烈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熟悉冷战套路的老人 只会这些套路 但这些套路本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而不是在多年以后再次把世界推向战争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 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期给我留言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下期再见